亚太报道 媒体披露 中国人大将就香港议员资格 做出重大宣布 微信是否已成为 无处不在的监控利器 引发各界担忧 本代推出厦门聚会案 周年特别节目 省事浩大的跨省抓捕 原因何在 接下来就想听 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大连市的新冠疫情感染者人数迅速增加 本周二该市新确诊6人感染 无症状感染者累计20人 星期三再确诊1人 当地防控疫情的措施再度升级 有居民住房被钉死 5个社区的公共场所停业 学校停课 详细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大连已经进入疫情防控的临战状态 大连京浦新区已成为 此次疫情爆发的重灾区 当地所有公共场所 店铺竟已停业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停课 当地一位店铺业主沈女士 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当地实施了封城措施 并呼吁居民接受第三次核酸检测 这周不要严重 我们下午要进行第二次核酸 正在进行证 警察发现20个无症状了 6个已经确定的 学校学生幼儿园缺放假了 上场啥的都没有人了 给灌门都灌门了 几单涨价了 涨到5块多了 钱不是3块多吗 现在是5块8 据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微信公众号消息 12月22日零时至24时 大连市新增1例确诊病例 新增8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在排查中发现8人核酸检测结果 陈阳姓诊断8人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6例正在实施医学观察的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20例 23日当地政府公布再确诊一名 58岁感染者刘某 为无症状感染者苏某的母亲 当地居民拍摄的多端视频可见 大连居民区人员稀少 即使有也是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有居民楼大门被工程人员盯死 一名交通警对一私家车司机说 与视频拍摄者称 本周二大连市政府 发布关于全面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的通告 要求三天内在全市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该市普新区海青岛街道 格林小镇一居民说 由于确诊患者曾入住格林小镇的酒店 当局已经封锁该区域 该社区人员用高音喇叭呼吁居民接受检测 当地居民省女士对本台说 当局还要求大连所有居民如非必要不得离开当地 这给居民出行造成不变 沈阳居民王女士说 她儿子在大连工作目前无法回家 据报道大连市京土新区友谊先进雍镇 光中站前五个街道以加强防控措施 公共场所全部停业 区域内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最新通报 12月22日凌晨至24时新增确诊病例15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 包括上海12例 浙江1例 广东1例 辽宁1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该法案重申 美国保障西藏宗教事务独立开展的决心 并致力于在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 及驻北京使馆的西藏事务处 以此来保证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 美国此举也迅速引发中方的不满 今天本台记者肖一斌的报道 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12月21日与美国国会一致获得通过 该法案对2002年通过的西藏政策法 进行了修订和强化 重申美国政府在两党支持下 保障西藏人民权益的明确承诺 法案强调 美国支持藏人及藏传佛教信众 自由选择和认定藏传佛教领袖的 继任与转世的权利 反对并追责中共以任何形式指派 未来的第15世达赖喇嘛 并以此干涉西藏宗教事务 美国将为藏族团体在可持续经济发展 文化保护和教育等领域提供资金 并正式承认藏人行政中央 是反映全世界藏族人民愿望的合法机构 此外 该法案还着重提出区域水安全框架 鼓励藏人团体加强与中共当局对话 以应对中国在藏区行求水利 破坏下游水资源供应的问题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主席众议员麦格文 及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参议员卢比奥 联合发布声明对该法案的通过表示欢迎 此次立法迎来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美方 不得签署或实施有关法案中 针对中国损害中方利益的消极内容和条款 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办事处 华人联络员辞呈成家措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的通过 代表了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 对达赖喇嘛和藏人的支持 依然没有改变 中共当局应重启 与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对话 随声加措认为 该法案所提出的区域水安全框架 对保护西藏地区和下游国家的生态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 布琼次人告诉本台 中国政府必须意识到 西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国际社会不会忘记西藏人民遭受的苦难 布琼次人说 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关注区域水资源安全 是因为中国对西藏水资源的调用 已经影响到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那里数十亿的人民 该法案的亮点还在于 美国国会授权国务院 就中国兴建水坝 对水流量和湄公河的影响 进行调查并出具报告 在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框架下 美国国会要求国务卿 应与国际开发署署长 国家情报局局长 及其他联邦机构的负责人协商 在180天内 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报告 以分析中国政府 在西藏修建大坝的策略 包括对青藏高原流域的水流量 及魅公河下游国家的政治 和经济稳定的影响 布琼次人表示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在过去多年的调查 中国政府在包括 魅公河在内的西藏河流上 大面积驻办 并拒绝加入任何管制 该地区河流流量的国际机制 剥夺了其他下游国家 获得水资源的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肖一斌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日前通过2021会计年度 联邦政府拨款法案和台湾保证法 并首度拨款支持 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框架 美方此举在台湾引发舆论反响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21号通过台湾保证法 法案将会在总统特朗普签署后 便正式生效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3号指出 这展现了美国的国会 不分党派对台美关系的强劲的支持 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 诚挚的欢迎跟感谢 在这一次的2021年的 会计年度联邦政府拨款法案 也首度的纳入拨款之印 GCTF相关活动的文字 他们匡列的预算达300万美元 并且肯定GCTF是台湾 美国以及日本 在印太地区共同推动 公共卫生 执法 灾害救助 能源合作 妇女父权 媒体试读 还有良善治理的平台 这充分展现出美国国会两院 肯定GCTF在成立五年之来的封锁成果 并且有助于未来 台湾 美国 日本 三方 会持续的 透过GCTF的平台 来扩大跟理念商进国家的专业交流 跟合作的范畴 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 郭宇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这是美国国会第一次正式拨款行政部门可以跟台湾进行合作 意义重大 我觉得这个对拜登上台之后的台美关系等于又多开了一扇门 让这个拜登上任之后对台的合作以后可能主要的合作框架就是与GCTF来进行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反而更重要 郭宇仁表示台美全球合作技训练架构是在马英九总统时期的外交部成立 涵盖范围很广 包括了气候变迁 食品安全 海事安全 机敏性科技保护 非传统安全合作 人口贩运 贩毒 反恐等 日本在去年加入 日本也会逐渐扩大跟此架构的合作 如果没有意外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度都可能加入此框架 郭宇仁指出 此架构是超越国际主权问题的合作 具有高度的战略位阶 台湾保证法法案表明台湾属于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部分 并支持美国对台军受常态化 增强台湾防卫的能力 前台湾驻美代表陈建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事实上有了台湾关系法之后 台美关系的发展完全看美国政府愿意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台湾来讲的话都是很高兴跟美国加强关系 各方面的关系 但是美国政府有它的考虑 它的利益跟台湾不完全一致 现在国会一再通过各种不同的法案 一方面表达国会对这些问题的兴趣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就是让外界考虑到台美关系 还有很多可能的发展 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法案中支持台湾参加好几个有意义的国际组织 也提到了安全方面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的战力 以及台美军事合作 我觉得基本上是很多地方是重合的大同小异的 那其实从过去几年来看 基本上是考量 最重要的是新政部门的旅行 那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判断 考量到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因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2020年虽历境节播无法重启 但也孕育转机催生奇迹 自由亚洲电台精选2020年中国十大新闻 程阳您在美东时间12月28日早6点前 选出心目中的前三名 让我们把答案拼在一起 给2020留个影 向2021许个愿 即耻夺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议席之后 中共正在酝酿向区议会下重手 香港多家亲中的媒体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本周六可能有重大的公布 预料大量的民主派区议员会被耻夺资格 另有传闻北京有意取消区议员互选产生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的议席 以全面掌控香港所有选举的绝对控制权 香港政局再次面临大变天 今天记者李志志 郑日瑶的报道 去年11月 在反送中运动效应下 民主派夺得香港区议会主导权 会翻新北京阵营垄断局面 就会让北京坐不住 助手改变香港地区政治版图 香港青州媒体香港01引述消息报道 中国人大常委会周二在北京召开例会 本周六闭幕的时候 估计会有重大公布 将处理这届区议会问题 包括列民区议员必须宣誓 到时候估计会有大量民主派区议员 会被指未能符合宣誓内容 也就是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 会被取得议员资格 而有关议席或不做不选 可能直接由香港政府委任地区人士填补空缺 如果北京真的向区议会下重手 将如何改写现在由民主派主导的地区适立呢 全湾区议员陈奥辉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早居估计自己会被取消资格 估计受影响的民主派议员多达百人 至少包括他和早前被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 东区区议员郑达红 南区区议员袁家卫和中西区区员梁黄伟 对有声音要求区议员总持抗议 他表示暂时未有共识 区议会是一个无实质权力的资讯架构 区议会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咨询架构 理论上不会对政府造成任何威胁 连一个地区生物的反应渠道都要被全面扼杀 感觉就好像进入一个没有宣布戒严的戒严时代 基本上双十一的决定 就是耻夺四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就已经表明香港不会再有选举出现 中共就是希望把立法会变成委任制 他估计北京在针对去言宣誓问题上会有两个方向 包括指耻夺北京认为是眼中钉的去言 或是让民主派在各区没有过半数的优势 如果是后者的话 陈奥辉认为到时候会有数以百计区议员被取消资格 公民党邮监旺区议员余德宝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 如果北京大规模持夺区议员资格 由政府委任未经选举或败选人士 取代市民选出的议员根本无法向选民交代 他暂时会选择留守仍然是民主派主导的区议会战线 当党内以至整个民主派对留守与否再未有共识 唯一能够DQ 唯一可以取消香港议员资格的人 只有香港选民 总词声音有酝酿过 但总词并非主流的方法 在立法会 民主派或者非亲北京人士并非主导的角色 但现在我们辞职后 会否失去了仍然在区议会的主导角色呢 过去一年有很多东西仍然没有革新 特别是地区行政上的改革 是否就要放弃这条战线呢 另外根据南华早报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除了耻夺区议员资格外 北京也有意取消117个 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特首选举委员会议协 并增加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选委到200协 所有政协或全部成为选委会委员 也就是说 将于明年举行的特首选举 原本在现实区议会这日版图下 民主派区议员可以全取117个选委席位 民主派总选委数目有望超过400协 也就是整体选委的三分之一 足以左右特首选战 但如果这些选委议席被全数取消 民主派打破亲北京人士 垄断选举的愿望将无法实现 报道又引述消息人士说 北京计划取消俗称超级区议会的区议会第二届别 以防民主派在立法会选举取得主导权 超级区议会是民主派和北京 在2010年协商2012年政治制度改革的最终方案 让全港不属于任何功能界别的选民 可以享有一人两票 平衡被亲北京阵营垄断的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 当时曾经和时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会面 民主党前立法会员刘慧卿表示 北京辞决明显要全面封杀民主派 全面管制香港 认为民主派和中共现在的关系完全破裂 加上民主派现在处于弱势 中共没有必要抗中双方关系 沟通场面不服在 现在是完全不可以沟通 中央完全不愿意沟通 现在他们认为对话就是软弱 现在区议会让你们这些反对派控制 所以就取消你们 完全没有了规矩 现在民主派是任人宰割 你最厉害就是逃亡 我用不着跟你讨论 态度就是这样 吕慧卿补充说 特首选举在节 中共担心选举失控 眼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没有办法处理香港乱决 所以要亲自出手 当然是林郑月娥 就是去年闯了我 郑月娥去年闯祸 你看看新成立的纸巾党 都认为是整个世界的起因 导致有反政府的抗争 让中国政府很愤怒 去年11月的三中全会 已经有传由他们处理 就是全面管制 习近平和江泽民 胡锦涛的做法不一样 他要的是全面管制 绝对的控制 而去年搞成这样 林郑月娥和亲共主席 也都没有能力处理好 只能如此 刘慧卿在访问中多次强调 虽然现在的局面如此 香港人仍然需要 坚守自己的尊严 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 坚持抗争到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站着摇香港报道 去年12月份发生的厦门聚会案 曾经震惊世人 使得中国本已经消失殆尽的公民社会 面临更加肃杀的气氛 转眼一年过去了 近20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在这一年中 被长期晋升 骚扰 传唤 积压 甚至批捕 这个事件被视为是709事件之后 对中国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 这场聚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引发中国当局在福建 山东 北京 河北 四川 浙江等省 展开声势浩大的 跨省抓捕呢 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的专题报道第一集 一场聚会 许志勇在被捕前发表这是我的祖国一文 留下对这次案件的最后评价 他们主要目标是我和丁家喜 因为公民运动从没止步 以后也不会 应受访者要求 参会者小钟 小林和小峰 皆为化名采访 内容由同事带读 2019年年末 小钟在聊天群收到一封聚会邀请 呼召大家到厦门旅游 来自天南海北的新棚旧友 抵达厦门 他们品尝美食 打台球 讨论公民社会培育 国内外政治事件等等 冬日暖洋洒在身上 小钟享受着美好的欢具 他十分珍惜这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是如此的认真 竟然跟宪法较真 把公民法定的权力责任和义务都当了真 以至于在与体制的冲撞之间伤痕累累 但无论大局势多么的绝望 小钟在心底保存了一份信念 人人都是公民 这块土地它不会消失 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是我的亲人 好友 同事和邻居 我希望他们将来的日子 是没有恐惧 而有尊严 和真正自由的生活 我希望我的后代 也有这种生活 8号 大家踏上归城 一一惜别 没有人料到18天后 人民政权的铁拳 痛击厦门聚会 26号 丁家喜 戴震亚 李英俊 张忠顺 分别被山东警方 从北京 厦门 漳州 烟台一地抓捕 另一位参会者小峰透露 2018年的烟台聚会顺利举行了 山东警方这次大概是蓄谋已久 地点已经被事前布控了 安了摄像头和录音器 他们记得非常详细 哪一个小时之内随先发言 座位的排序 每一个细节都让你记起来 他绝对是掌握现场的录像 或者录音了 一年后的今天 近20人在传唤 关押和不择手段的审讯和伙事 徐志勇和丁家喜 6月19日被以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 化名积押于山东林仪 林树县看守所 据丁家喜妻子罗盛春的消息 他遭受到牢狐以审讯 24小时灯光照射 剥夺睡眠等哭刑 小峰十分歉疚 10月22日 常伟平再次被保激国保抓取 进行监视居住 他在此前的油管视频中 曝光了今年年初第一次 被积压时的酷刑经历 10天内被录了16次笔录 警方翻遍其社会关系 网络言论却一无所获 另一位参会者小林愤愤地说 这个事情如果报到公安部 公安部说 你们在搞什么 用了这么多人来监控 没有证据 现在这个体质 神经崩得很紧 最后他发现是加生犯的时候 又不愿意认错 一场聚会引发了朋友们的四散逃亡 周围遍布密密麻麻的眼睛 还有血腥味十足的囚禁和恐吓 以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小钟的心里浸透着恐慌 他认为 厦门聚会只是一个扼杀公民社会的导火索 国内外形势对中共政权都是非常不满意 他们感觉到恐惧 感觉到日子不多了 用他们的话来说 要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因为他们害怕你形成组织 把五个手指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对他采取打击 尽管中国宪法保障公民的劫舍权 中共一直以来对社运组织厌防死守 厦门聚会的参会者曾经描述警察对他说 你们去的都是国内的精英 这次聚会就相当于一大 但是 许志勇被捕前就曾发文澄清 厦门聚会是一次公民群体的线下见面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阻挡之类的 这不符合我们的理念 许志勇的好友人权活动家华泽 对本台表示 中共害怕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据本台了解 郭宝还多次以串联一词 指称厦门聚会者平日里的交往 串联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 社会动员举措 许志勇的好友 任卷律师唐彪说 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但实际上按照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说法 是一个人用枪杆子在运动群众 和民间自发的社会运动 为了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的 从下而上的社会运动 是完全不一样的 2016和2017年 在新公民运动中入狱的 许志勇和丁家喜相聚合适 二人曾在公开文章和采访中提到 我们做的是公民运动 不分心和酒 据唐彪的观察 他仍然在坚持公民活动 大部分都只能是悄悄地 秘密地进行 厦门聚餐也说明了这种私下的联络 一直没有中断 只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 大张旗鼓地组织公民聚餐 和公民抗议活动 一共有21人参加了厦门聚会 12月26号大抓捕开始后的一个月里 北京律师丁家喜 厦门公民戴振亚 湛州工人李英俊 山东公民张忠顺四人 被送去执行长达半年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而浙江律师黄志强和陕西律师常卫平 分别在两天和十天后 取报候审 常卫平10月再度被监视居住 山东律师刘淑庆 四川律师卢思卫等人 在被传唤一到两天后获释 北京学者王江松 被要求做两次笔录 湖北律师唐金陵 湖南律师文东海等人 躲藏诗帘 后来一部分人陆续归家 再遭约谈或软禁 上海律师吴绍平 深圳律师庞坤 深圳企业家王应国四人 前往美国 许志勇的女友吕翘楚 和纪录片导演陈家平 并未参会 但受到珠联 被监视居住到6月19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科技龙头公司 继续成为当局 反垄断的规范对象 监管部门召集多家 提供社区团购服务的 网络巨头 出席行政指导会 要求他们严格遵守规定 包括不得有垄断协议 使外界再度质疑当局 是否刻意针对民企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北商务部联同市场监管总局 召集的6家互联网平台 包括阿里巴巴 腾讯 京东 美团 拼多多和迪迪 行政指导会强调 为严格规范社区团购经营行为 要求网上平台企业 严格遵守就不得 包括不可通过低价倾销 价格串通 价格欺诈的方式 滥用自主定价权 不得违法达成任何形式的垄断协议 不得透过掠夺式定价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当局也禁止社区团购业者 以不正当竞争行为 危害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不可利用大数据优势 让熟客多花钱 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 不得非法收集和使用 消费者的个人资料 也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自上月以来 当局一再针对网上平台 发出强化反垄断的信息 双十一前夕 当局就平台经济领域 发布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上星期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也显示 明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是继续反垄断和反对不当竞争行为 金融学者司令认为 近年社区团购蓬勃发展 是当局起了戒心 其实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 就不准的这个政策 是有一点点过早 或者说有一些未必筹谋的这种 也就是他认为呢 如果任期发展下去的话 按照中国电商的这种 井喷式的发展的这种速度的话 很有可能将来啊 整个的这个社区里面的这种零售业 可能就剩下那么几家 完全给垄断掉了 这是中国的政府非常担心的 行政指导会的公告提到 当前社区团购存在低价倾销 及由此引起的挤压就业等突出问题 所谓社区团购是以社区为单位 由团长向社区居民推荐商品 并且促成交易 透过团长经营熟客及消费者自取商品 业者可以降低成本并增加客源 电商巨头纷纷加入经营行列之际 也引起外界关注会否形成资本垄断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 却认为言之上早 比如微软这个操作系统 它的先进在定价权上 它比如定的比较高 它是一种自然垄断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不构成垄断 电商平台又对这种 又对沃尔玛又对加勒夫这种传统意义上的 连锁超市又又构成了一种威胁 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所构成的 价格有差异我认为也是正常的 也有人提出 为何国企和国有银行不受约束规管 疫情加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让中国不少民企经营困难 甚至出现倒闭潮 扬起的状况却相对立下 外界认为这与国进民退效应有关 蒋豪子期望当局能重拾改革开放 继续推进国企改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新冠病毒变异在多国 掀起新一波的疫情之际 有大陆的台商预测 明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全球一时半刻都无法止息的情况下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多名台商 评估明年的大陆景气 结果因着经营产业的不同 看坏看好出现了两极化的反应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荣誉总会长张汉文一开口就不住的叹息 张汉文提到在大陆台商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传统产业 制造业欧美疫情都还严重 市场存在不确定的变数 入出境的限制连客户来往都是问题 尤其美中关税问题没有突破 美国对东南亚低关税甚至免关税问题很大 张汉文90年代就到大陆东莞设立成衣厂和鞋厂 他坦言自己受到疫情重创 在全球笼罩疫情之下跨国境的流动受到了高度的限制 经营内需市场成了王道 而中国大陆有13亿多的人口 大陆台商为何享受不到眼前的人口红利 张汉文说 二三十年前到大陆设厂的台商 主要看准劳动力成本低 当时大陆经济和消费力还不高 很多台商没有看中大陆市场 在大陆生产的产品都是外销 当时外销市场很大 当然我们台商在那里原来大家都是外销 内需的少 现在你要改变内需市场也是很困难的 而内地人比我们不方便 硬做上了什么都比较方便嘛 他们的资源大嘛 那台商的内需市场 以前本来就是缺少这一块的资源嘛 进军中国大陆将近20年的台资连锁餐饮店 最高峰曾展电到120多家的一茶一座 近日却爆发直营店全数收摊的消费争议 一茶一座前执行长林胜志23号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几年前企业体质就薄弱了 疫情最严重时平均来客量产跌了九成 大家都不出去吃饭了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 只要碰到人的产业在疫情期间都受到影响 疫情创造新的商机到家服务 不出门的商品和服务业生意则高速成长 林胜志就说 杭州台商会长周鲍华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厦门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嘉莹告诉本台 在厦门与半导体电子业运动器材日用品食用油有关的 有些业绩则成长到了30% 欧美疫情仍然严峻 不少订单改下在大陆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十年间全国1700多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 改变了不少知青的命运 近日中国一个国家级的研究单位发文重提这段历史 更以伟大壮举形容这场运动 文章触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 分析人士认为上山下乡再度受到重视 反映了宪政权的焦虑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 经历过夺权批斗和武斗后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号召 指示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掀起 十年间1700万中国青年失去继续升学的机会 失去留在家人身边的权利 从城市前往中国的偏远地区 他们的命运也因而改写 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 当年被美化的上山下乡 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决策 这个六十年代啊 三年大结放之后 人口开始自然增长 但是呢 城市的住房工厂企业没有随之增加 没有工作机会 粮食也溃乏 这个政府 错不得已的情况下 就把这大量的知识青年 所谓的知识青年 下放到农村 并不是要推动农村的知识化 星期二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历史研究院 在官方微博发文 形容知青下乡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壮举 文章宣称 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否定上山下乡和运动的观点 是错误的 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受迫害 也是错误言论 把知青形容为被毁掉的一代 更是胡说 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为不少知识分子带来不幸 有人甚至认为是变相劳改 学者吴作来认为 目前中国的情况与五十多年前相似 尤其多年来的城市化 无法让大多数年轻人在城市安身立命 户口无法自由迁徙 农村户口是农村户口 城市户口现在还是城市户口 现在高校招了这么多的学生 只好把这些年轻人送回乡下去 因为你如果在城市里面 成家立业生孩子 户口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现在中共用重识的口号 忽悠年轻人跑乡下去 它就不解决这个城乡户口 这样一个差别 这么一个严峻的问题 吴作来说 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危机 动摇中共政权 相信研究院发文 是为了呼应中央的精神 中共现在面临的这个危机 经济危机非常严禁 你看现在这个电荒都出现了 以前这个几十年 它没有出现的问题 都出现了 这样就会造成 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 他们就想那个 削减这个发达地 就和城市基础的年轻的力量 因为年轻的力量容易 闹血潮 容易这个搞运动 把这些人 再打发到一些边缘的地方去 缓解中共的这样一个压力 估计是由于舆论强烈反弹 文章已从研究院微博上删除 中国历史研究院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管辖 被设为国家级研究单位 清华大学政治系员讲师吴强说 种种迹象显示 为中国官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服务 是研究院的使命 就解释 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构成建构的 一个重要的机构 其次呢 它是为明年中共兼党100年 做准备 要把这种历史本身 要当做一个可前派的一个对象 吴强说 文章反映了宪政权的焦虑 不自觉地投射出过去8年 习月期的一种失败 住在某种转折点 城市化的一种失败 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所造成的一种潜在 大军国世界的可能性 可能他们要重新考虑 一个反城市化的一种运动 近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 明年预估将首次突破900万人到关 中国教育部本月初发出通知 要求各高等院校推送毕业生 到西部监控偏远地区和重点领域就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2020年虽历境节播无法重启 但也孕育转机催生奇迹 自由亚洲电台精选2020年中国十大新闻 承邀您在美东时间12月28日早6点前 选出心目中的前三名 让我们把答案拼在一起 给2020留个影 向2021许个愿 近期由于美国对微信的封杀 外界再次聚焦使用腾讯旗下的 这款应用软件的安全与政治风险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与商业秘密 不可分的大环境下 垄断了中国聊天软件市场的微信 似乎已成为当局监控民众 审查言论 甚至处罚异见人士的最有利的工具之一 详情请听记者 韩杰的报道 中国近年来强化压制公民言论的自由空间 因言获罪案件屡屡发生 一个共同的特点是 当事人通过微信发布的信息 往往成为他们被入罪的证据 例如中国公民记者张展 被控多次通过微信的网络媒介 恶意炒作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早前遭到重判20年的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 则被指在其担任群主的微信群内 转发有关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达来喇嘛的信息 鼓吹以爆料 道义抗争 暴力革命的方式 颠覆国家政权 因安全考虑 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独立媒体人 刘先生形容 中国当局对微信的管控 就是斯塔西审查信件的现代版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的报道提到 目前在全国拥有超过12亿活跃用户的微信 是中国官方主要的信息审查渠道之一 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 当局除了删除敏感内容外 微信还经常对讨论疫情 人权等话题的账号进行查封 而随后警方则会跟进约谈被封账号的用户 一名出于安全原因 要求匿名的微信使用者 就曾因在微信群里 转发香港反送中运动相关视频 而被封号和查 这名微信使用者因安全考虑 无法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 台的文字采访由我的同事唐佳杰代读 打电话叫我到派出所 前前后后有三组人员审问我 问我有没有发给别人或者其他群 为什么这么做 信息来源是什么 还扣留我手机一个礼拜 警告不得转发香港的事 我当时才明白微信是裸奔 微信暴露用户隐私安全性能存疑的情况 一直为人诟病 从事手机软件开发工作的王先生解释说 微信用户信息无法保密的原因 就在于微信使用的是客户端到服务器加密 而不是端到端加密 因技术原因 王先生无法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 他的文字采访由我的同事和平代读 客户端加密就是除了你和对方 还有服务提供商知道你们说了什么 有泄露信息的风险 如果是点对点 除了你和对方 没有人知道你们说了什么 除非破解加密密码 不过破解加密非常难 他解释微信采用客户端加密技术 是故以为之 中国所有的社交软体 都要求有一个服务中心 政府不允许自己 不能操纵的信息传播 这就是为什么推特 脸书 LINE这些社交通讯软件 不能在中国大陆使用的原因 不过上述几名人士均表示 即使了解到微信存在严重安全问题 全面放弃功能强大 普及面广的微信还是有难度 翻墙或下载需要使用VPN的电报 Signo存在风险 权衡再三 他们多数选择留守微信 并进行自我审查 也由此开发出隐晦的反审查技巧 例如给图片上涂色 或者视频前加几秒无关内容 以及各种黑话等等 来抓紧所剩无几的自由空间 最爱之间的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智库阿斯鹏研究所的 国家安全项目资深撰稿人 扎克多尔夫曼 近日在外交政策杂志上 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道 还还原过去十年来 美国与中国在情报及数据禁逐的幕后 他接受本台记者唐家杰专访 谈及这费时一年多的报道发现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1日开始 发布连续三篇的独家调查报道 作者多尔夫曼在第一篇 从中国盗窃上液的数据 破坏美国情报系统讲起 谈论中国如何在2010年以来 重新整建情报及数据分析的队伍 第二篇主要谈论奥巴马时期 美国在中国情报网遭到破坏后 逐渐开始正视中国的威胁 多尔夫曼先生您好 今天看出的是您这一系列 调查报道的最后一篇 时间是放在特朗普时代 着重讲中国情报界 跟科技公司的合作 你的主要发现是什么呢 我想先非常清楚地表明 这个调查报道的背景 是我对超过30名以上的 现任和前任美国情报 和国家安全官员的访谈 第三篇报道的主要发现是 中国情报部门与中国企业的 雄暴关系越来越紧密 这有些是公开的资讯 比如2017年通过的国家情报法 中国公司必须配合中国的情报部门 比如国安公安部的要求 透过调查 我还了解到的是 中国情报部门基本上把数据处理需求 外包给主要的中国科技公司 比如中国情报单位想要锁定某个人 而没有足够的能力获得资源 就交给大公司去处理大数据的交叉分析 让有能力的中国公司为情报单位服务 美国官员告诉我 到了特朗普时代 他们掌握到更多这类活动的证据 我想请问中国情报界与中国科技公司这样的关系 对于美国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重点在于 这些中国大型科技公司 是不可能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标准 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公司的身份在运营 即使这些公司可能有大量的业务 与情报搜集无关 但因为他们已经被嵌入到一个政治体系中 而这个政治体系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 必须成为捍卫中共体制的辅助者 这也意味着美国的政策决策者和美国公众 看待这些中国公司的方式 必须与看待其他国家的公司有所不同 纵述您这三篇关于美中大数据情报站的报道 您最希望读者能够读到什么呢 能够有什么样的讨论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首先中国情报部门拥有的能力 是美国从未有过的竞争对手 过去的十年 中国情报部门非常重视发展数据 把数据武器化 当数据只是单一的时候 它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当你有能力把数据连接在一起 再加上复杂的人工智能 以及分析系统的建构 这将成为一种新型的 动态的和持续的竞争 而美国从来没有面对过这类的竞争 我很好奇 您说自己不是中国线的记者 但是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做这篇关于中国的报道 我是情报线的记者 我做关于国家安全和情报相关的报道 所以我关注过俄罗斯和中东的一些国家 但是我认为美中两国关系 将定义世界下一个50年75年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我试图从我的小角落 也就是情报和间谍活动 去了解这种关系的发展方向 这是一个可以看到大问题的窗口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以上是本台记者唐佳杰 专访美国智库阿斯彭研究所资深撰稿人 多尔福曼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 将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列入贸易黑名单 成为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业的最新制裁 但是有美国官员认为 相关的限制措施 无法有效打击中芯国际 以下是本台记者林佩玉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12月18日宣布 将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中芯从美国制造商获得 10奈米级以下的半导体芯片生产 所需技术和设备 以防止此类技术被中国军方获得使用 虽然中芯国际否认其与中国军方的关联 然而 由美国官员认为 此举并无法有效限制中芯国际的半导体发展 据彭博社报导 在一封由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中议员麦卡尔 周二发给商务部部长罗斯的信中 两人警告 此举对于解除中国对美国日益增加的国家安全威胁 完全无效 对于中芯国际被列入实体名单是为了作秀深感忧虑 且北京投入下一代半导体的动机并没有因此被削弱 报导指出 美国这一限制措施忽略了中芯国际可以使用较落后的设备 生产大部分10奈米或更好晶片 从而支撑中芯国际一段时间晶片生产的观点 卢比奥和麦卡尔认为中芯国际可以重新利用将近95%等前一代器械 另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披露 美国商务部已表示可能会重新考虑对中芯的限制 准备采取行动修改实体清单 面对美国新政府即将上任的局面 波士顿聚焦中国经济崛起 与其对全球商业 金融 贸易 劳工和环境等影响的 数字新闻周刊The Wire China披露 前美国商务部官员 现为美国智库战略级国际研究中心 肖勒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的瑞恩西表示 虽然拜登使用实体清单的方法不会跟特朗普一样 但他不认为拜登会立刻把名单上的公司移出 他会面对国会两党的压力 另外 全球最大晶片代工制造商台积电 有关宣布赴美设厂的举动 也普遍被外界认为是美国今年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另一项举措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的投资案 已于12月22日或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审查通过 投审会表示台积电投资的美国厂预计在2024年上半年 开始生产5奈米制成产品 以满足美国市场的强劲需求 自由亚洲电台实习记者林佩玉综合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两名美国议员近期致函太平洋盟友密洛罗尼西亚的联邦 警告他们 如果中国企业在政府支持下赢得一项招标 可能会损害一个敏感的海底电缆项目的安全 报道引述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和卢比奥 在9月18号写下的这封信说 中国可能会利用这个项目进行间谍行动和地缘政治威胁 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说 华为海洋网络公司已缴两个竞争对手低出两成多的价格 提出了标书 竞标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支持的7260万美元的项目 这家中企近期才从华为公司中剥离出来 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 已经被中国政府以涉嫌间谍罪关押近两年 他近日在狱中对亲人烧信说 过去两年里他经历了超过300次的审讯和大量的口头侮辱 世界银行星期三发布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说 中国经济的复苏比预期要快 但仍需防范多重的风险 这份名为从复苏走向再平衡 2021年的中国经济的报告指出 这些潜在的风险包括复苏虽快 但却不均衡 内需复苏慢于生产 消费复苏慢于投资等等 实际卫生组织将于下个月率团前往中国 调查新冠肺炎的疫情源头 曾被外界质疑 泄露了新冠病毒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 石正丽表示她欢迎世卫团队到访研究所 但她不能够决定具体的方案 报道还说这家媒体随后接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宣传办的电话说 石正丽是以个人的身份发言 而她的回答并未获得研究所的批准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带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